这枪火也是一个散行科的植物 和这个防风同一科 也是用它的根 无药的部位是这个根 来使用 那么这个枪火呢 是一个驱风和扇寒作用都很强的药 那么我们这里强调它扇寒 叫做扇寒解表 实际上准确来说呢 也是伐散风寒 也是伐散风寒 这个枪火在伐散风寒药当中 应用非常广泛 非常重要 在早期的本草学里面 没有把枪火视为一种解表的药 没有把它视为一个解表的药 从唐宋以后 发现了枪火有很好的伐散风寒 是一个很好的解表药 以后那么一年四季的这个外感风寒 很多医家都喜欢以枪火 作为这个治疗风寒感冒的重要的药物 那么正如这个清代的这个本金逢源所讲的 就把枪火呢 就称为这个瘸乱反正之主帅 非死感冒之先药 非死感冒之先药 非常的非 时间的死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 这么时候的这种感冒 它都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在过去呢 把麻黄认为是治疗风寒感冒很重要的药 自从枪火开始使用 真正麻黄用于感冒的情况远远不如枪火 尤其是风寒感冒 所以这个这个本金逢源 这个张志冲先生的这句话 我认为非常精疲 非死感冒之先药 非死感冒之先药 瘸乱反正之主帅 也就是驱除外血 最重要最常用的一个药 这是当代的一家 很多人都喜欢使用 它伐散风寒的作用强 而且呢 肩有很好的止痛作用 风寒感冒 疼痛又很明显 所以它的疗效很好 而且我们前面介绍的麻黄 又有不良反应 比如说引起失眠了 老年人可能高血压患者 有时候不能乱用 枪火没有这些不良反应 它又不像贵子那样子容易冻血 而疗效又比其他的好 所以在当代的临床当中 还有一个倾向性 还有一个心动向 就是有些表证非常重的风热感冒 普通的风热感冒 表证很重 临床的医生 在新凉解表药 就是伐散风热药 和亲热药当中 加少量的枪火 临床效果特别好 比如说现在的枪薄兰薄汤 那么这个枪火和什么蒲公英 板南根 薄火 薄火我们后面要讲的 这个伐散风热的药 还有的配牛股脂 等等都有 另外配清热药当中的大清野 板南根 蒲公英等等 这样子在大量的伐散风热 和清热药当中 加一点新温的伐散风热的枪火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很好的经验 所以这个是在当代民床实践当中的 可以说是一个发展 其实古代就有了九维枪火汤 里面加黄芹 那么当然其实它是兼顾了李日 兼顾李日 其实你多加一点黄芹 或者把清热药加多一点 那同样也可以成为一个 金量解表的药 所以这种煮方的方式 那由来已久 只是现在呢 更加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这个枪火 在作为一个 发散风寒的药 它的重要性 我们高度的强调了 另外第二个功效 和防风一样 也是肾死止痛 我们也是把它写为 驱风式止痛 道理呢 和这个防风一样 防风一样 那么至于这个枪火的驱风式 它相对于我们后面 要学的独核而言 在驱风式药当中 我们第一位药就将毒核 古代是不分的 现在分为两位药 那么相对而言 枪火呢 它治疗这个冯氏避震 它主要在偏于上半身 所以就是上肢 肩对的这个冯氏避震 相对来说用枪火用得多 下肢 摇膝部分的 用毒核用得多 所以它取冯氏的部位 在偏于上 以后我们学毒核的时候 再来对比 那么它作为一个止痛药 那么前人主要就认为 它对于这个相背的疼痛 那么在很多部位当中 它最明显 这个部位 就能理解成 它只能着用于肩 相背 或者肩背 它也是全身性的 但是对这个部位呢 前人认为它效果最好 最好 所以肺经 这个归 膀胱经 过去的书上 没有肺经 没有肺经 其实这个呢 这个 应该说是 最后处理的时候 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最早在这个教科书呢 先是写肺经 后来打了一个 壳幅膀胱经 后来又写膀胱经 后面又打一个壳幅肺经 表示呢 枪火的归经 按丈夫来 主要在废 按经络 来来 它主要在膀胱 因为在过去 同学们老是要问 这个枪火的膀胱经 是什么意思 它又不必要 因为它不是指的丈夫 是指的经络 指的经络 所以现在就把这个 丈夫和经络 都并列在这里 这个恰不恰当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试探性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教科书上呢 这个枪火 就多了一个这个 费经 就是这样来的 丈夫辩证的定位 或经络辩证的定位 把它同时保留在这个地方 由你去取舍 这个也是一种 出此的尝试吧 那不对 以后再改过来就是了 那么这个 他指痛的部位呢 主要是在 这个 这个相背 这样的地方 枪火呢 所以他的这个温性 温潮的性质呢 也比较强 当然比防风强 所以呢 他的使用注意当中呢 比防风更强掉 那些阴虚的 阴血耗伤的 或者人症不要用 其实这个也是属于 共性的问题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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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